今天在這裡開這個晚會 其實就是在透過這一年來的時間內 好好告訴大家說 目前這些訴求這些運動進行到哪裡 那接著我們可以做的是什麼 那今天是3月18號 去年的318 我們也同樣在這個地方辦晚會 但當時的晚會呢 只有一個舞台 然後一半的車道 旁邊的車子都還在移動 因為人真的太少了 今天我們很顯然的 這個人已經陸續在增加 那接下來呢 第一個要為我們先帶來開場的演出 其實也是在去年318那個 只有兩百個人三百個人網民 帶來很精彩演出的考秋情樂團 他們在我們在過去 反對福報協議簽訂跟318運動當中 扮演非常多在不同的場合 都帶給大家非常多熱情跟鼓勵 所以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先用一個熱情的掌聲 來歡迎考秋情 大家好 我是考秋情 記得去年318晚上就大概這些人 我每次參加福報活動 這樣就算超多了 沒想到這些人就把立法院攻佔下來 然後過了一個月變成50萬人上街 接下來帶來會帶來三首歌 第一首歌 你也沒有跟著台灣來 看不看 來大家去喊 隔壁盛 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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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就有些人 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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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母 是首班要有聲 我來自港府的分 但無天位 大家高雄 以前是發想 這對我是合得還是是南亞 不誰算 不過可以看不定我們命 可裝台灣版 愛因此 我旨邊的問呼 臭臭到底這里 風雨這麼漂亮 失敗了白兵 像這斑白風之爵 我還沒吃的分氛氣 我摘堆 就在這裡漫殺 一時是阿哥阿嬤 老收 你的好地喬 讓你身體都是好 那你的光也都都消 因為這個孤雷拍攝影響你夠看得到 不能親親在動革部位多做分手 阿嬤土衣跟我們閃爺不要緊 改變 人生感動出社區多做國境 跟我們想好一面待會 再三間看只要說是我心得完蛋 心不安靜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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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臭 阿嬤 心臭 阿嬤 心臭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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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我的字拆拆拆好人甩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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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tan 有人愛 生臭 阿嬤 阿嬤 對我拐罵 阿嬤這個問題 嗜嬤 五 sequencing 那我 群孤人ators prove my name 之前三人都把他搞成鑒铁魚椒 你聽不懂 欸 推翻 還給推翻 推翻 推翻 你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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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天端 你講話 還相信 從未過世上 台湾 有錢就找人都忘了 你講話 你講話 我講話 我講話 你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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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喊一下 一些很小便喊的口號 然後等下 你再說 我什麼話 其實喊他 我們要喊他 Find Hen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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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大胆 新嘴买到頭咖啡咖 新鮮才塞和往塞了 太久不見了 請出回回不農 留待放大 退回不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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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也每個都得完了 那其實我們去年 今天我們唱這首歌就是去年我們唱完之後就把立法院攻占下 其實他那時候還不是我們的團員 然後後來 在那之後我們就開始徵課員的主唱 然後發現他的履歷裡面有寫說他一直待 他的履歷裡面就有寫說他在學運的時候一直待二樓 二樓奴公 我覺得這個履歷就八千超多 而且他就順利入學我們的主唱 所以有學運的履歷其實是很好用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說貼標籤可能就會找工作會同比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找到了工作 好那接下來就唱這首 我唱了之後就很容易出事了 關閉一半 但是今天應該不會再抽了 因為我覺得這陣子都壞倒了 來 關閉一半 來 看吧 好 最後今天需要跟大家來點呼吸道 等一下就是我們海區 大家跟著海區 來 考驗大家的海域你去避免 我好想要去考驗過 決場抗議聲不斷在強烈推擊下警方這裡 阿~~~ 像我那天 風格鬼 你們都哪裡 這話幫我們都跟 東東 幫幫你 真正不理 同格還神奇 可是自家 口頭 流卡 正不傳 總之 沒提到 把傻心問 要找東西 真來看 看 死也三妹 你也有 人家 自己沒有 人家 有 人家 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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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沒有 像我 中門 中門 反面 黎明 變成 包作媽 愛神 你 什麼 也黑 都無意 長 都無意 長 都無意 所以 無在免內 心意 家的 口角 心意 家的 金剛 給人 這是 真是 最高的 中立 無敵 二人 從來 從 Come on 國 敵 民 法 這是 什麼 頭臺 人家 愛 再 吃 一杯 以 後 後 心 問 回 今 以 人 再 回 這是 什麼 頭臺 人家 愛 再 吃 一杯 你又有心不悔 這一刻在做會 方向不斷 你們希望他來 這心夢魂不斷 已經滾滾 不知你了 後來台灣生來安 有人自豪 帶你準備說不出來 高高醫療 帶的道路觀眾 以前奉悲 實現你的偉大利秀 從你的開始 又有這個鼓聲 用武林的基礎 日本人的努力 又有其實 你各位基礎一致 你為我認識 你為我理會 你把對我祖母 與你來 感性 我臉 出現在 從你去的日子 誰想給我 空咬水 幫我 未來 最後有了 心靈靈的實所 那你死的心靈就未來 整個謀劃的心靈 你若想我意見 就是誰的頭的 左 imaginedọ 劇碧 你若有心碎 親戀的特會 就是誰的口袋 才愛著自以兵 英國無心不悔 自以改的造詣 好像在跳舞來到那一九一五 台灣本土當是主義 日本特徒是日本美麗 是因為自民主義沒有誰的意義 只有二人革命福利 無妨起義 革命是為了生意 你起碼利用真的來 進行民間福利 你自己在西來岸 抗子沒展開 不料消息走路 多人一起不信任 在國裡轉向 買男人進苦頭上 不明的火力 正只是你尋找轉換 不去受傷 只發財發展作戰 但投降的下場 只有出展傷害 可多年 這一些早會掩盤 歷史故事沒有替代 也不在扣子教材 通過過詞來把實體說明白 他把故事借往前來過 還怕你失敗 真是像我托迷 本場還想吃一片 永遠不是夢會 靜音給人家照會 這是什麼古典 本場還想吃一片 永遠不是夢會 靜音給人家照會 手號手給我 好 等一下 我對手是音樂比到底 大約大聲很寒 關於敏返 後 後面保險 我們是你 他們是關 這是什麼世界 我們是你 他們是關 這是什麼世界 我們是你 他們是關 這是什麼世界 我們是你 他們是關 就是像個世界 我們是你 他媽有事發的東北世界 我發現大家有點冷靜 不要以為九合一大學 國民黨十萬政樸 金家賣錢 然後之後就可以送到櫃子 還沒那麼簡單 因為國民黨還沒倒 一定要讓它消失在地球表面 我們的人物才能幹壞 所以接下來 我希望大家喊大聲一點 我來說 幸福不得要來 明明不得來 現在的手提起來是喊 吼吼吼吼 我喊 他媽媽舞脈 他媽媽的趙男 一樣 他的手 舉大大聲喊 吼吼吼吼 吼吼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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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悔後悔反腐敗 靠我們人造反 後悔反腐敗 靠我們人造反 政府丟臉 他們已經自圖 後悔反腐敗 靠我們人造反 後悔 頭上回憶 咱們去奔白堂的女子 但是背後那些年多後悔不一半後悔 咱們就做到兩次年 吃飯的愛到餓攤 沒有到誰 真是太多多久等 心想要你拍攝 但是每個老人來 你一隻馬馬就跟牠的順利 手中的人不肥 揀個肥仔 愛意去肥仔 事都料 不就當罪了 都是別的搞 我最低落 請給民調 要讓發生 氣力的開始 沒條開始出來 比賽是一塊去 排頭也沒有要進 對於好名不好名 一定跟我心裡的傷 我那種最高 都是不給我 我腳底有膠 都要麵包包 我心態是沒人從來 我只能一去逃跑 我政府都好 他們的基礎主要唱 愛火大聲一點 好好好 來吹咪 政府丟臉 明明已經吐來 對我們不賣台灣的奏飯 政府丟臉 明明已經吐來 我最高 都是不賣 最高 都是不賣 台灣人 超白 我最高 都是不賣 照著你身邊台灣 整個地步 互聯 旁邊迷亂 這是 人多讓你來 注意過一句 像我們 還有帶吵 車一對看 法經不斷 這就是 國民民放 韓國 兩邊 自主 自移動 愛家 雲腿 滿臉 甘腿 滿臉 胸膛 好路 黑黑 煙鴨 最大 都 天啊 都冷靜 地的最紛亂 全都走 更加更衝一方 別去 以往兩人不斷 也想要抗強 根幹的大學人 把全場包 手排的包 手排 而向上自己 以放得力 ㄟ 都說 慢點 都客 還有一位 都一支隊 跟著 緣 都滿臉 連今的先年 看天啊 一拜 最初的事情 又一拜 他們要 幾歲 才滿你 要 請賣 政府丟臉 毅毅去堵欄 兼犯腐敗 毅毅去堵欄 政府丟臉 毅毅去堵欄 兼犯腐敗 毅毅去堵欄 其實我更立一本主席在寫台灣的歷史故事 在講以前台灣 被清朝 被日本殖民的時候 我們的祖先 為什麼拿出他們的褲子 用姓名來拚這些殖民政權 我們現在好像還沒有完全擺脫殖民地的秘密 因為中華民國就是一個流亡政府 我們還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你們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來 待會 還有一次 顧個的機會 還大聲一點 擠乎丟人努力ッ 擠乎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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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乎丟人 擠乎丟人 擠乎丟人 買铠乎丟人 educate 自己國家自己占 加油 刺激國家 刺激教 刺激國家 刺激教 刺激國家 刺激教 我們只要把他玩意就感到 把他玩意就感到 把他玩意就感到了 謝謝 刺激加油 好 我們非常謝謝 好秋情的演出 我們最後再給他們一個熱烈的掌聲 我想每一次他們的演出 都帶給我們非常多的活力 那今天其實是那個 剛剛問Fish說 他是新婚後第一天來的演出 然後一樣還是獻給我們這樣子街頭的場合 那我們後面陸陸續續還有很多朋友走進來 所以歡迎後面的朋友 可以盡量往前面移動 我們前面還有一些座位可以坐在地板上 歡迎大家往前面移動 因為待會兒我們還會有更多精彩的活動 對 但是 同時因為我們在中間有攝影區 所以麻煩在攝影機前面的朋友們 你們可以坐在地板上 因為不然站起來的話 其實就是很多攝影機都會打到這樣子 所以謝謝大家 來 然後可以盡量往前移動 坐在地板上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的活動 其實是人民重返國會 民主登大廊 這其實是延續過去在三一大運動當中 我們提出了幾個具體的訴求 那在今天呢 其實我們一樣也有提出三個部分 那希望這個事情可以來實踐 那我相信因為現在時間已經接近七點了 越來越多朋友下班下課來到這個現場 我們來先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今天為什麼我們又會再一次選在立法院的旁邊 辦這樣的活動 好 那其實自從去年三一八之後 我們提出的兩岸條約監督條例 那其實這個條例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任何實質的進展 然後包含行政院知道我們今天要在這裡開館會之後 他們就說好 我們要在今天 就是討論 線上討論這個條例 那我們也有 我們的第一個活動叫做人民來立法 就是希望在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我們會啟動在線上的 關於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討論以及公民投票 所以我們第一個訴求是希望監督條例要確實人民來立法 待會會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動 來為大家說明 接下來第二個其實是要將憲政改革要啟動 人民來倒數 待會我想其實大家會覺得憲政憲法好像跟我們生活之間 是一個念書要念到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它在寫一些什麼樣的內容 我們沒有那麼樣的清楚 不過現在確實憲政的改革是刻不容緩的 因為我們包含現在很多人提到選制的問題 非常的單一選區兩票制這個不分區的席次分配 或者是當選分檻 它是一個很即時的問題 又或者我們其實現場有推動這個18歲公民投票的聯盟 18歲要 如果我們要把投票年齡從20歲下修到18歲 其實都是要從憲法來做修正 但是現在修憲的門檻非常非常的高 尤其在過去把國代代表廢掉之後 其實修憲的門檻 都要從立法院裡面來啟動 而且還要經過人民的覆決的權利 其實是一個非常高的門檻 所以我們也提出了兩階段的修憲的一些方針 待會在晚上的活動也會來跟大家說明 好那我們第三個活動呢 這很長叫做 戶貿談判要停止 服貿資金別偷賭 人民來抓漏 那其實在這一年來我們依然不斷看到 就是馬政府他不斷的還是試圖跟對岸 就是跟中國然後進行貨貿的談判 然後也不斷施壓就是立法院的委員們 希望可以進速通過服貿跟資金區的條例 那我們必須要非常謹慎的在他任期 還有這最後一年我們希望成立一個後馬時代的抓漏大隊 那大家在今天晚上在我左手邊也就你們的右手邊有服務台 那我們就希望現場如果有各位關於這方面有興趣 然後也可以希望可以一起幫忙的朋友 可以去那裡填寫就是志工聯絡單 那我們之後成立抓漏大隊的時候就可以聯絡大家 好我們剛剛介紹今天活動最主要的三個訴求 那我們整體的活動叫人民重返國會 秉住登短郎 希望我們的民主可以慢慢的真的 讓我們更多的確實的民主的一些行為 可以在台灣的國會跟台灣的視頻生活當中發聲 所以我們今天喊一下今天晚會的口號可以嗎 我喊一句大家喊一句喔 人民重返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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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登短郎 人民重返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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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登短郎 人民重返國會 好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第一階段了 有關於監督條例兩岸條約的監督條例的說明喔 首先會先大家帶來一個很精彩的表演喔 是當唐生遇到了孫悟空 欸這什麼東西啊 這節目怎麼搞的 好像唐生跟孫悟空是什麼樣的關係喔 我想待會他們的說明喔 就會讓大家更清楚 唐生遇到孫悟空 怎麼樣看我們的監督條例 我們是掌聲歡迎這一組的團隊 謝謝 唉呀唉呀唉呀 唉呀這麼冒冒失失的 唉呀這不是師父嘛 師父你今天上天庭來幹嘛呀 悟空啊 唉呀你這不是明知顧問嗎 還不是你們去年318大農的台灣立法院 喔就這嘛就這嘛 唉是呀是呀是呀 然後那個323啊又跑到行政院了 唉呀還吃什麼病來的 那個時候啊那個媒體都說 我們吃了那個起棋牌的太陽餅 欸對對對 然後啊那個330 你們又號召了50萬的黑朝上街頭 年底的九合一選舉啊 又推了一個 欸什麼口號來著 喔對對對 這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 唉對對就是這個口號 唉這國民黨啊還真選輸了 我只好下台啦 唉呀師父啊那還真是委屈您啊 不過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師父你是不怕失業的啊 最近呢您不就有新工作了嗎是不是 那我們言歸正傳 師父啊您今天到這裡來是做什麼的呀 喔我是來做訪問學人做研究的 做研究啊師父是做些什麼研究的 我研究的題目是呢 一個自由主義者要如何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台灣經驗之實證研究 嘿嘿嘿 這師父啊 說到研究 突然最近 最近在看您推出的那個行政院版本的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是看也看不懂 欸你怎麼可能會看得懂嗎 哈哈哈哈 看他們 本來就是總廢香不屑 這偏偏你們這群猴子猴子 要求什麼透明監督的 住在天庭的那一隻馬 欸當然反對了 你們也不想想看了 欸黑了這麼久 這箱子裡面啊裝了多少的東西啊 欸要是透明還得了 有多少人要完蛋 這點道理都不懂 師父啊 你看看你們騙了我們多久啊 當初要不是我們堅持要知道真相 你們還要繼續騙我們下去是吧 欸還不是因為你們去年 大鬧立法院啊把立法院層層包圍 人啊越聚越多 聲勢越來越浩大 這個害得我們啊 還不得不把那個四階段的這個黑箱要點 黑箱要點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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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個現成的四階段對外溝通 諮詢機制 啊抄一抄變成仿條 哎呀那個啊 是要敷衍你們的啦 哎呦師父啊 我聽說這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得要合理大原則 嗯 可是你的本法好像並不符 哎呦 悟空啊 你這麼說對我可就不公平了 你又知道 中華文化博打今生 中文字啊可是白轉纖維啊 哎雖然啊維師寫的版本啊 看你的這個出發點啊 這個有點不同 但是呢 這五大原則 我可是一樣都沒有少喔 所以師父啊 你是說這 國會要監督 公民要參與 資訊要透明 人權有保障 這五有衣服 這五點 你一點都沒有少是嗎 沒錯 但師父啊 你這版本裡面有 國會監督這一項嗎 當然有啊 我啊 在我的版本裡面就有寫了 像這個 在貨報協議裡面 在談判的過程當中啊 這個經濟部長 一定要先去立法院 哦 到立法院來接受立委之訓是吧 不是 是要經濟部長啊 先去立法院 關鍵人物的辦公室 是 串門子 搖耳朵 蛤 這 串門子 搖耳朵怎麼能算是 國會監督 欸 這你就不懂了 這個讓經濟部長啊 先去這些大人物的辦公室啊 這個串串門子 搖搖耳朵 放出一點內線消息 然後啊 這些人啊 因為這些內線呢 就事先搶到了甜頭 到時候啊 他們就沒辦法提出反對的意見啦 師父啊 嗯 你這種說法圖會無法接受啊 這經濟部長 應該要到國會委員會去聽專案報告 到立院來接受立委職訓 讓人民的聲音真正的表達 這才是正確的嘛 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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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啊 是要等到這個談判大致完整了 然後這個確定 要簽署這個協議前 做就可以了 這談判都要完成了 這個牧民成熟 到時候做最多的專案報告 也於事無不啊 可以說啊 你就說嘛 我們跟他們 總是這個黑箱目線 你們佩佩的 就把那個國會監督當真 說你們天真 還真是天真 唉唷 那真的是國大精深 國大精深啊 那師父啊 在您的版本裡面有 公民參與這一項嗎 當然有啊 那在我的版本裡啊 有規定政府啊 一定要聽取各界意見 這聽取各界意見 這概念聽起來相當的多 唉 你沒聽別人說嗎 在這個福茂協議裡啊 我們啊 要開放中國人來台灣開洗衣店 政府啊 就會派人打兩通電話 給這個洗衣業同業工會的理事長 一通呢 沒意見 一通呢 是反對 這個 就叫做 聽取各界意見啦 那師父啊 這政府會舉行公聽會嗎 公聽會 當然會舉辦啦 但是啊 這個是要等到 談判大致完成後才會舉行 唉呀 古有明訊啊 民口使游制 不可使之之 呃 師父 這兩句話什麼意思啊 嘿 這就是說 不可以讓人民知道太多 知道太多了 他們就會反對啊 你要想想看 如果這樣子啊 政府在推行政策的話 這怎麼推行得下去啊 唉呦 師父啊 政府這樣做覺得很可怕的耶 這會影響到許多人民的權益吧 唉呦 悟空啊 你怎麼老是講不聽啊 老師把課本上的理論當真啊 師父啊 圖兒覺得呢 今天這一番談話 就是讓我們受益良多 受益良多啊 那為了回報師父您的恩責 圖兒也來小小發揮一下創意 喔 如此可教也啊 師父啊 你說你的那個研究題目是 喔 我的研究題目啊 一個自由主義者要如何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台灣經驗之實證研究 我很覺得啊 這標題可以改一改 我 怎麼改 對 這一個自由主義者 他如何被林夢想成為無辭政客 師父啊 因為這去年立法院的事件呢 天庭的大人夫們各個是名流青史遺寸萬年 那 那 你這成就啊 不會無法追隨 在此拜別師們 告退啦 欸 什麼遺寸萬年 我可是愛乾淨的 欸 悟空 悟空 非常感謝他們兩位為我們帶來精采的演出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將邀請民主平台副會長跟 中英運法律所的邱文聰老師為我們講 從堅持這樣一畫版的毛鬼我們看到什麼 那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的 現在行政院人員常推他們版本的那個 不監督條例 就是我們過去所看到的 立法院不能修改任何一個字 可以在三天之內開八場的感場公聽會 然後公聽會可以任何一個立法委員都不用到 教授有傾聽人民的心聲 好那我們接著請邱文聰老師為我們講 好我們掌聲歡迎邱文聰老師 各位朋友 晚安 一年過得很快喔 我記得去年 今天 我們的舞台 是在 我們的正對面 那一天晚上 我們成功的 讓後來的這個 胡賴 一直都知道 今天 沒有完成 這個審議的過程 所以 請各位 給自己一個掌聲 這個 至少 是我們有做到的一件事情 我也還記得去年 在三一八之後的幾天 我們在同樣的這個地方 辦了 一場又一場的公民 正義 開了人民的議會 來討論 到底我們要什麼樣的監督條例 然後 我們抱著一個心理 就是說 在三一八我們所堅持的這些原則 政府真的聽進去了 他真的能夠了解到 人民的聲音 真的 會把 我們所期待 我們所要求的這個原則 能夠 迅速的來 立法完成 可是一年過了 到今天 我們還 回到這裡 那 這就會讓我很想要 問一句 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話 就是 那這一年以來 我到底是看了 什麼 這這一年以來 到底是發生什麼 事情 好像又回到原點來 今天大家又坐在這邊 要來 繼續來要求說 我們要立法 我們要要求 一個 適當 可以發揮監督作用的一個 法律 到底這一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一年發生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剛剛 這個戲劇裡頭也演到了 張一花下台了 張一花下台之後 現在 新的 毛院長 上台了 可是 毛院長 為什麼 還是繼續的 延續著 將回的 正願版呢 到底為什麼呢 所以我們還要再細細的回想說 到底去年這一年 兩岸 我們的政府 不知道在兩岸正經事實上又做了什麼事情 大家還記得 張顯妖案 對不對 張顯妖案 透露出來 他們還是繼續想要推馬西會 馬西會 按照他們的正願版 不在他們正願版的規範的範圍內 馬西會要怎麼開 來 第二個事情 大家最近 發生的事情 大家都還記得 就 這個M03 航線 我們的政府 在這個事情上面 完全的進退失去 可是這件事情 難道是今年一月才發生的嗎 錯了 早在今年一月之前 兩岸就已經透露出來 要來簽署 這樣的 就是要來談 M03的這件事情 其實 我們的政府 老早就知道 都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 也是一樣 M03 M03 在正願版的 那個model底下 是不用做 國會報告 是不需要做成一個 締結計畫 不需要做成完整的影響評估 來看一看 到底 我們要是跟對岸來談 這個航線的話 對於我們的國安 對於我們的國防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他不需要做 因為M03 在他的這樣的一個 正願版的監督法裡 然後也是一樣 會不受監督的 所以呢 五大原則 他也說他有 他也說 Me too 你有我也有 那問題是 山寨版的 五大原則 跟真正的五大原則 大家應該分辨得出來 所以呢 接下來 我們要 開始 進行的一個 一個活動 是什麼呢 就是呢 我們希望讓 人民自己 人民可能不是立法專家 可能 在座位 都不是立法員 當然也不會是一個 法律的專家 可能對於 怎麼樣來寫法條 並不清楚 並不了解 但是 人民有權利 知道說 到底要 這個法律裡頭 放入什麼樣的原則 才能夠達成 有效的監督 才能夠達成 有效的保障 人民權利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功能的法律 一個法律原則 應該 可以讓大家來做 所以等一下呢 就會由 呃 呃 呃 我們的另外一位夥伴 王熙來跟各位 來說明 我們接下來要啟動一個 一個行動 就是讓人民可以來 自己決定 我們要什麼樣的法律 謝謝大家 大家一起 請繼續努力 謝謝 我們非常謝謝 邱仁聰老師 邱仁聰 部隊長 替我們說明 現況 現在到底監督條例 發生了什麼事情 此時此刻 從7點開始 行政院他們 因為都知道 好像網路很厲害 對不對 大家覺得網路很流行啊 所以他們先用網路 來做他們 監督條例的說明 可以要求 請大家一起來提問 但就 如同剛剛所講的 現在行政院版的 不監督條例 我們稱之為 不監督條例 所以待會說不定 我們等一下 如果有一些訊息 還會再跟大家報告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邀請 王熙跟內中常律師 來 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接著要進行一個活動 就是 人民來立法網路投票 那我們請 歡迎他們兩位 來問我們說 我們歡迎 《經濟民主聯合》 既然內中常律師 跟國會調查兵 團隊代表王熙 我們交給他們 謝謝 各位沒有到 大家好 一年前 我們來到這裡 為了福茂 我們告訴政府 我們不希望 有一個黑箱的福茂 因為當時 關於怎麼去審議這個福茂 完全沒有遊戲規則 沒有遊戲規則 去審議這樣的福茂 不會是一個 可以讓民眾參與 不會是一個 可以照顧到所有民眾 權益的一個福茂嗎 我們相信 我們相信 只有遊戲規則 定定一個 明確的一個遊戲規則 才能夠 才能夠 有一個 好的一個實力過程 來了 當我們在跟政府 要求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年前 他們回應我們的事情是 甚至還沒有這個 不堅固條例 當時要回應我們的事情是 透過執政黨的立委 來了一場三十秒 來了一場三十秒 才讓我們今天 才讓我們一年前 回去在社裡 一年後的現在 回顧這一年 這個政府 到底有沒有聽進去 馬英九傳說 他聽到了 但是他 可能真的沒有聽進去 因為 就像剛剛主持人說到的 此時此刻 行政院說 他們今天也要照顧到 所謂的網軍 所謂的網路上面的聲音 所以他們所做的事情是 在網路上面 開一個YouTube頻道 來接受網友的公開提問 針對什麼 針對他的行政院版的 不監督條例 來進行一個提問 各位朋友 大家知道 現在在立法院當中 總共幾個版本的 關於監督條例 就是幾個版本的草案嗎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幾個版本 寫這幾個版本的內容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這就是政府 最不想要告訴大家的 我們始終相信一件事情 資訊越公開 才可能越民主 可是這個政府 卻不打針告訴我們這些東西 我們如何能夠得到 更好的民主 所以 政府不願意做的 我們今天來做 政府今天 所開的所謂的行政院的 這個行政院版的 結束條例的 線上說明 衝其量 不過就是一個政令宣導 政府政府一直以來 再做的事情一樣 政府不願意做的 我們來做 這就是我要跟各位介紹的 第一個 人民來立法 為什麼我要人民來立法 政府不願意告訴我們 監督條例現在有幾個版本 不願意告訴我們 監督條例各個版本 到底差別在哪裡 不願意告訴我們 監督條例各個版本 到底誰比較好 我們人民可以自己來決定吧 所以我們人民來決定 我要告訴各位 如果可以在投影片看到了 這個行動 我們現在做了一個網頁 這個網頁叫做監督條例的 民意大搜查 我們把八個版本 目前有八個版本 彼此之間的內容 起義 我們做了十個問題的分析 我們分成十個問題 這十個問題 可以讓各位 來去了解到 這個各位這個線上的這個 調查 不只可以了解到 每一個問題 每一個監督條例的版本 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你也可以知道 我們的名義是什麼 並且我們希望 以這個東西 呈現的名義 來告訴政府 你該承聽的是這個 而不是在YouTube上面 開一個無聊至極的聖靈懸導 我想請各位看第一張投影片 我確定 我看不到 第一張投影片是 這個 這個網頁是由金命連 這個網頁是由金命連 以及臥草團隊 共同製作而成的 我們把問題盡可能用得非常簡單 這個網頁如果各位現在看得到的話 上面有QR Code 也有網址 如果太快 大家現在可以先把它拍下來 回去可以直接搜尋 今天晚上這個網頁就正式上線 當你今天看了這個網頁之後 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表達你的聲音 表達你想要的監督條例 這就是人民來立法最重要的精神 我給各位五秒鐘的時間 可以的話 開下來 或者是有QR Code的可以看一下 好大 接下來我想告訴各位是 那麼我們會怎麼運作呢 當你今天連上這個網頁 連上這個網頁之後 你點了進去 你會看到的是第一個問題 麻煩請下一場 這個問題 你會看到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會告訴你 可能有四個選項 關於這個問題 這就是政府 我會告訴你的事情 第一個問題 我記得就已經蠻尖銳的 它叫做兩岸的定位 也就是台灣跟中國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你希望這個東西 在兩岸監督條例當中 不問這個名字是什麼 這個監督條例當中 所出現的名稱是什麼 你可能會選了一個答案 你選了之後 我們就會進入下一個頁面 下一張 你會看到 它會告訴你 關於這個答案 關於四個選項 各自對應到的 這個版本是什麼 行政院的版本的說法是什麼 而民間團體的版本 民間團體目前是 委由由美女 委員 立委來是提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上面呈現的是 由美女版 由美女版就是 民間團體的 這個版本 呈現的答案是什麼 你也可以看到有多少人跟你一樣選的這個答案 最後一個 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我們有辦法把十個問題全部羅列 最後一張你會看到 當你選不選完之後 最後的結果會告訴你 OK 你最偏向的是哪一個版本的答案 而且你可以看到 多數人是選什麼樣的一個版本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希望透過再次的重生 我們希望透過這一個線上調查 達到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 我們可以告訴政府 多少人做了這樣的一個線上測驗 線上的調查 而多少人選了什麼樣的版本 關於每一個問題選了什麼樣的版本 我不相信行政院版的監督條例會告訴大家 他裡頭列了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他裡頭如果按照他那樣的通過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他不會告訴你 他只會告訴你必大與必 所以你聽我的就對了 但是我們都知道 民主不是這樣子的照單全收 民主應該要有一個協商協調溝通的過程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個線上的調查 告訴所有人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這是真正的民意 第二件事情 我們也透過這個過程 了解到各個版本是什麼 而且各個版本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這就是政府不願意告訴大家事情 我最後要重申的事情 如果說318這場運動 一年了到現在為止 如果318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什麼樣的精神 我想最重要的不在於 重慶立場 佔領立場 最重要的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是民主是每一個人的 民主是每一個台灣人的 也就是捍衛民主 而民主最重要的事情 是由每一個人來一起建構出來的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選擇這樣的方式 所以各位 你今天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直接去看這個線上測驗 線上調查 並且頭下 你認為怎麼樣是比較好的選項 而你所做的每一個選項 就會變成 一股民意 當我們每一個人累積起來 每一個人記憶分立 就可以去改變這個國家 這就是生意巴要告訴我們的事情 最後 請問我用短短的時間告訴各位 我們嘗試使用網路來改變 台灣社會 我們嘗試使用網路來改變 台灣當前 暴力了政治環境 有另外一群人 在做一樣的事情 這一群人叫做國會調查兵團 國會調查兵團 是一群網路上面的朋友 大家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當每次選舉到了 如果明天就要投票 你知道你要投給誰嗎 你為什麼原因 你要如何去決定 你要投給這個人 過去四年 你根本連他做過什麼事情 說過什麼話 你都不知道 當你要投票那一刻 你只擁有一指 中選會發給你的痛白的證件 你為什麼要聽這件事情 就決定了 你要投給這個人 所以 有一群人叫做國會調查兵團的網友們 我們一起建構了一個網站 叫做立委言行資料庫 我們嘗試把每一個立委的表現 過去的言行表現 紀錄下來 依供各位做選舉 投票室的參考 今天 國會調查兵團的朋友 要來到現場 在後面如果想要瞭解的 也歡迎到後面去瞭解一下 網站是如何運用的 最後還是請各位 如果我們要 凝聚我們每一個力量 那麼就請今天 進入這個網站 去使用 我們將在3月21號 禮拜六的晚上 同一個時間 一個立點 我們邀請每一個 八個版本提案的立委 來到現場 然後來去告訴大家 為什麼他的版本 是要這麼訂的 為什麼他版本是要這麼訂的 所以到時候 這些內容 也會在那個 321的晚上的時候 做一個最初步的一個公布 所以請各位 現在可以做的事情 當然後面還有獎者要說話 等一下有貢獻的時間 就給玉田這個調查了 謝謝各位 謝謝王熙 王熙剛剛介紹 國會調查兵團 他們做了很多詩集 也很努力 也很努力 然後也容許我做一個廣告 我們今天要號召成立一個抓漏大隊 就是要在馬英九最後這一年呢 我們讓福茂資金區 繼續通路 所以要報名抓漏大隊的 請到我左手邊 左手邊 也就是各位的右手邊 帶在最後一個帳篷的位置 來報名這個志工 好 我們言歸正傳 各位朋友 在我們這個晚會舉行的同時 陸委會的下議員主委 他也在舉行 網路的溝通會 他選擇跟我們一模一樣的時間 也許有朋友認為說 他是不是要跟人民溝通呢 我要跟各位講 不對 其實剛剛王熙已經提到 我們3月21號 就要辦一個八版本的街頭論壇 晚上在同一個地點 我們邀請了八個版本的洗草人 也包括行政院陸委會有個版本 我們也邀請陸委會 結果陸委會拒絕了 他不敢來 我覺得非常遺憾 他不跟人民對話 他卻選擇在同一個時間 在我們舉行晚會的時候 他要跟人民對下 各位 馬政府一年了 一點掌金都沒有 就好像 毛治國上來的時候 我們叫他 把薑儀花的版本撤回 重新檢討 再送出來 他也不願意 沒有辦法 如果各位不要擔心 因為 立法委員的選舉快到了 這些立委 他知道 他如果違背民意 會被選民制裁 大家只要來參加 這個現場投票 人民立法 你認為 兩岸協議 只能夠包裹表決 你就去投行政院版 你認為 可以 可以圖條修正 可以圖條表決 也可以 對圍符號 你就去投明天版 油美女版 我們把這八個版本 變成十足選擇題 大家去選就好了 各位 監督條例的立法是重要的 坦白講 我們也不希望他太早過 太早過的話 過去我們怕馬英九 拿正監督條例 再去跟中國 先破冒 先新的條約 但是 馬快下台了 重點是 馬英九會下台 但是不管 蔡英文當總統 還是朱立文當總統 台灣的政府 還是會跟中國互動 我們不希望這個互動 永遠是黑箱 永遠是反民主 所以 政府對外談判的 民主的法律機制 我們一定要在今年以前 把它完成 那各位朋友會擔心說 如果今年比簽完 他從明年 選出總統以後 到馬英九下台 還有五個月 他這五個月 如果跟中國 再去簽有了沒有怎麼辦 沒有關係 我應該要要求 立法委員 就訂一個條款 這部法律 雖然通過了 但是 在新總統上來以前 不可以再簽新的協議 一方面 我們不要讓媽媽 馬英九賣台 另外方面 我們也要建立一個 下一任總統 下一任國會 台灣新的民主機制 這就是民主黨團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非常謝謝 經濟民主言和 高級的賴中常律師 其實今天的晚會 也就是經濟民主言和 所出版的 好那 剛剛從賴中常律師 所講的內容 當中 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 會說 我們一定要關注 兩岸監督 條例 立法 這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 其實 馬政府最會的件事情 就是恐嚇 今天我們說 我們不要慕望的時候 我們不要慕望的時候 馬政府會給你們說 你看韓國都欠了 韓國跟哪些哪些哪些 但是他們有告訴你說 韓國他們的國會 有非常大的自主權 他們有非常嚴密的國會上大權 他們的國會有權力要求 簽署這些條約的行政機關 必須要提出就是衝擊影響評估 同時你衝擊影響評估完之後 你要有保護本地產業的措施 這些都確定之後 你這個條約才可以成效 這些是馬英九嘛 政府沒有告訴我們的 他只會不斷跟我們說 我們再不先 韓國就追上我們 但是 追負我們 但是 韓國就不追負我們 原因 從頭到尾都在於 這兩個國家保護本地產業保護 現在這個國家裡面 各行各業就業人民的態度 都是不同的 好所以請大家 請大家繼續去關心這個兩岸條約監督 那我們是不是就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韋傑跟他的鼓手志偉 好 大家好 我是韋傑 那 我本身來自高雄 一個客家的農村 所以我的創作很多都是 用自己的母語創作 那今天帶來第一首歌 大家可以看一下歌詞 叫做《衝衝》 就是很長很綿長的意思 那我想 就是 就是 在我們現在 所可以感受 所可以享受的這些 很美好的 或是說很幸福的這些事物 其實 都是我們長輩 甚至是一代一代的祖先 為我們 為我們 創造 打造 然後保留下來的 對 所以 如今我們 這一代呢 也許我們 也可以 試著 在肩 肩膀上 就是 試著扛一些事情 然後 做一些事情 對 那 這是我們可以去做決定的 然後 歌詞裡面就寫著說 常常的 吸水 是 常常的母親的叮嚀 常常的 一母一母的甜笛 是 阿爸 滿手的泥泥 常常的 連綿的山脈 是 阿嬤 肩上 扛著的便當 你看 常常的 一個又一個的唇弱 是阿公 背著的鋤頭 常常 是 阿嬤 他 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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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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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